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记解药 主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请放掌 我们接着来学习十善夜道经 讲记解药 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个经文 如当以此震见不动 悟乎堕在断肠剑中 遗珠福铁穿喜静样 世故如等欲得人天尊敬公养 我们上次学习到这段经文 这个讲记解药 今天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经文 龙王当之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诸恶道苦 何等为一 未以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 令诸善法念念增长 不容毫无フ飞出 好 sekarang我们今天 from 从这段经文看起 我们看节要第一条 一 这段开示是本经最重要的经文 不仅是本经的中心 也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49年 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的中心 我们敬老和尚把这段经文 它的重要性给我们提示出来 所以这段经文可以说是本经的一个核心 不但是本经的核心 也是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的一个中心 所以我们不能疏忽这段经文 往往我们疏忽了这段经文 修学任何法门都不得力 我们接着看第二条 这段话将我们修行的内容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修的是净土 净土从何学起 也要从十善业到学起 这段也就是给我们讲得更明白了 我们要从哪里学起 学任何的学问 总是要有一个下手处 要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开始学 我们学佛 我们念佛人 修的是净土法门 那么净土法门 从那里开始来学习 也是要从十善业到学习 也是要从十善业到学习 我们再看第三条 翻到五十三列 三 官无量受佛经上 为提西夫人 遭遇家庭和国家的变故 痛不亦生 向世尊求教 有没有好的生活环境 祂想求生 那么这一条是 对我们讲 佛当年 祂说这部 官无量受佛经的因缘 佛是什么因缘 来讲这部经 那么这个总有一个缘起 什么因缘发起 佛来讲这部经典 就是 韦提西夫人的奇情 这个韦提西夫人 这个我们在观经上都看到了 他的儿子阿瑟士王 那么跟着提婆达多学坏了 提婆达多呢 说呢 我把释迦牟尼尔害死 换我来当佛 你把你的父母杀死 你来做国王 你来父母的话 我们两个互相合作 那么他就听了提婆达多的怂恿 那么真的啊 也就去啊 要杀父害母了 把他父亲囚禁起来 不给他东西吃 要把他活活饿死 那么韦提西夫人呢 看到他的丈夫被关起来 没得吃 当时啊 他这个阿瑟士王还没有要害他 只是想要夺他父亲的王位 所以把他父亲软禁起来 不给他东西吃 不准任何人进去看 那么他的母亲看到这样啊 也就亲自去探望他的丈夫 去看了国王 他被囚禁起来 因为他毕竟是夫人 所以这些所谓啊 也就不敢拦住他 他放他进去 放他进去 规定就是不能带东西进去 那么他就用一个办法 把那个乳酪的蜜涂在身体 衣服再穿起来 那么进去啊 看这个国王的时候啊 那么他在衣服脱起来 把这个瓜瓜下来 给他吃 这样啊 这个 这个国王就没有饿死了 那这个关了很久啊 阿瑟士王想 他关了很久 应该饿死啦 怎么还没死啊 那后来呢 这个 阿瑟士王的父亲啊 又求佛慈悲啊 派他的弟子来给他说法 那平常啊 我们都亲近佛陀啊 灰衣三宝啦 那现在遇到这个灾难啊 求佛啊 派他的弟子 他不敢要求佛来啦 就派他的弟子来给他说法 因为啦 被他儿子关起来 那个心情肯定不好嘛 那情绪很低落啦 很不好 那这个人啊 遭遇到啊 这个重大的病故啊 这个时候啊 就会特别重视佛法啦 如果平常啊 他没有遇到这个灾变呢 那可能还不会这么重视佛法啦 那这个时候呢 没有办法啦 那只有求佛啦 那佛这些弟子都证阿罗汉果 都有神通 他就是神足通啊 从天上下来 进去给国王说法 那些士兵啊 也拦不住 那讲完他们又飞走了 也拦不住 那这个阿瑟士王就很生气啦 那天啊 他就拿刀去杀这个国王啦 那被两个大臣拦住啦 他说这个 如果你这么做啊 那是大不孝 大逆不道啊 如果你这样做 那我们也不扶持你啦 我们都要走了 不帮助你啦 那这个 后来啊 他才放弃 放弃就是杀他父亲 那后来呢 就是他觉得他父亲没有饿死 就是他母亲偷偷带东西进去给他吃 再把他母亲啊 再囚禁起来 再关起来 那这下呢就没有人带东西啊 那这下呢他想啊 那这下你就没得吃啦 那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 韦提夫妇呢也是伤心到极处啦 因为呢 特别是做母亲的啊 儿子是他生的啊 这个儿子 他要杀他父亲啊 还要把他害死啊 连他都要被他害死 当然啊 他觉得这个世间 真的没有意思啦 痛不易生啦 所以呢 他就求释迦牟尼佛啊 这个 给他开示啦 在这个 法界当中啊 有没有那个世界啊 看不到恶人 听不到恶身 看不到不好的事情 那样啊 清静的世界 那如果有啊 他想往生到那个世界 那他不想在这个 五浊二世再住下去了 那连自己亲生儿子 都要把他害死了 那他住在这个世界 还有什么意思呢 真的住不下去了 所以呢 就求佛给他指点 那么佛就实现神力啊 给他选择啦 十方诸佛世界都实现在他面前 那么啊 他选择的西方极乐世界 佛没有给他指定啊 你要往生哪一个 哪一尊佛的世界 就世界给他看 你自己选 选好了 再教你方法 那么他选择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世界 那么选择之后呢 他就请问佛啊 那 我选择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那一个世界啊 那我要怎么样修学 我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就请问佛了 教他修学的方法 那么佛在还没有教他方法之前 这个大家看第四条 佛在没有教他方法之前 先教他学习敬业三福 第一是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第二是受辞三规 居足仲介 不犯威夷 第三是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独诵大圣 劝尽行责 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 那么佛呢 这个 还没有教他方法之前 这个方法就是 观无量寿佛经讲十六观 第一观到第十二观是观想念佛 第十三观是观向念佛 第十四十五十六是九品往生 这三观是我们讲九品 就是后面这三观 那么还没有教他方法之前 先教他要先学习敬业三福 那么这个敬业三福 第一 低福 孝养父母奉仕师长 慈心菩萨修食善业 这是人天福 我们一般讲人天福报 你看第四句就是修食善业 那修食善业 我们这一部经就是佛说食善业道经 就是要修这一个 这是第一福 也是基础 那么有第一福的基础 那么才能受持三规 才可以归三宝 归三宝 才能受戒 基础众戒不放 为之之第二福 是初识二圣福 身闻圆结全教菩萨修的 那么第三是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读诵大圣 欠敬行者 那么这个是大圣菩萨福 菩萨自度度他那 这是第三福 那么这个三条 是三世诸佛的敬业证因 我们接着看第五条 三世诸佛所修的法门不相同 无量无边的法门都以敬业三福为根基 这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总纲领 而总纲领实际上就是前两句 效仰父母奉仕师长 佛法的修学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圆满 向下都是方便法 那么这个敬业三福十一句的经文 实在讲大根大本还是在第一句 效仰父母 效仰父母 这是四出世间法 这个根本都是建立在孝道 都是教孝 那么后面这十句啊 都是孝的一个延伸发展 后面这个十句啊 那么也就是啊 圆满落实效仰父母这一句的啦 那这样啊 讲啊 我们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 那你怎么样效仰父母呢 你要奉仕师长 要慈心不杀 要修实善业 那这个是真正的效仰父母 那这个啊 如果说我对父母很孝顺啦 但是呢 对老师不尊敬 在学校不听老师的话 不肯学习 不认真学习 那这样啊 是孝养父母嘛 这个孝养父母啊 养父母的身 养父母的心 养父母的志 不是说给父母有东西吃就可以啦 还要呢 不要让父母操心 这个都是孝 所以你在孝 能够奉仕师长 能尊师重道 父母看到他也安心啊 也就是养父母的心啊 这个 慈心不杀 那你没有慈悲心 一天到晚杀生 那这个也是大不孝啊 那你杀生 这个把这个众生的肉去供养父母 那这个也連累父母 造罪业 将来剁三恶道受恶报 你说这是孝吗 不孝啊 修实善劣 无恶不做 那你说这样是孝养父母嘛 那么往后 这个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啊 通通是落实孝养父母的啦 那孝养父母 到了成佛那才圆满 还没成佛都还没圆满 所以呢 这个十一季啊 向下呢 都是方便法 都是效养父母的这些方法啦 那我们再看第六条 如何圆满这两季 就是后面的九季 从慈心不杀往后都是方便法 而这当中最重要的是 慈心不杀修实善劣 《十善劣道经》就是讲解这两句话 所以不懂得《十善劣道》 孝亲尊师是空洞的口号 不能落实 孝养父母的讳术 下奋劣父母奉事執障 落实在慈心不杀修实善劣 这是敬业正因 那么这一条 再清楚给我们说明了 前面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執障 怎么去圆满这两句啊 这个后面这个九句呀 就是从慈心不杀 从慈心不杀 一直到献进行者 这个九季的经文 统统都是落实 效仰呼呼 奉仕使者 《十善烈道经》就是讲解这两句话 讲解 持心不杀 修十善烈 所以 不懂得十善烈道 不知道要修十善烈道 效仰尊师这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做不到 所以 效仰父母奉仕使者 是落实在持心不杀 修十善烈 从这里开始 后面的 受持三规 击足众介 不放威仪 发菩提心 圣心因果 读诵大圣 庆幸行者 通通都是落实 效仰父母奉仕使者 所以 我们 一定要明白 修十善烈 它的重要性 所以它是核心 修十善烈 不但学佛 就是不学佛的人也要修十善烈 不学佛的人 他不想处理六道轮回 他只是想得人天福报 得人天福报 大概不管中国人 外国人 大家都想 大家都想要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 都想要这个福报 但是 如果不能修十善烈 不能持心不杀 修十善烈 那这个人天福报得不到 人天福报得不到 大概就要多三个道歧了 所以 实在讲 这个持心不杀 修十善烈 这个无论 学佛不学佛 每一个人都需要 那么 这个道理还是佛法里面讲的明白 讲的最明白 讲明白了 大家听明白了 那么才会发心来修十善烈 如果他不明白 那为什么要修这个呢 修这个干什么呢 他不愿意修 那么在我们净土中来讲 那这个对我们念佛人来讲 那就很重要 很关键 这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 我们修静中 就是修静业 因为修静业才能生净土嘛 那么静业的基础就是十善烈 我们才能成就静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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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心静则佛土静 那么心要怎么样清静 要从修十善烈开始 你不修十善烈 心不会清静 修十善烈 来念佛 那就清静了 我们再看第七 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净土 净土如何能往生 心静则佛土静 心清静了 深夜清静 雨夜清静 山夜都清静 这个 我们念佛主要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一般叫往生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它是净土 清静的国土 丝毫污染都没有 那么我们怎么能往生净土呢 我们要怎么样修学才能往生净土 我们心清静了 那就感应净土了 所以心静佛土静 这个心清静 身口一三叶也都清静 那就感应净土了 那么我们心不清静 那么我们心不清静就感应汇土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 是娑婆世界 五着二世 这个叫汇土 汇土就是污染很严重 我们这个地球 现在这个污染 已经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所以现在这个环保的意识 也抬头了 大家已经有这个危机意识 但是很难发解 还是不断的在制造污染 为了什么 为了经济 为了赚钱 为了发展科技 发展科技就是为了赚钱 物质的享受 那么科技越发展 地球就受污染就越严重 破坏自然生态环境 所以过去20年前 科学家就提出警告了 这个地球污染不能改善 50年后 这个地球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那你就过了20年 还有30年 实在现在大家都快受不了了 空气污染水的污染 我们饮食吃的都是有毒的 所谓三餐服毒 现在我们吃的喝的 很多商店卖的食品 都是有化学物在里面的 包括我们吃素的 一些素料都有 都不是很天然的 那么现在你要吃到一些有机的 吃到比较天然的 这个实在讲也不容易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 有这个危机意识 自己种了 或者买那个有机的又特别贵 如果经济不是很好的人 那买不起 那你怎么办呢 你还是要去买那个有毒的来吃 买来吃是毒死 不买来吃就饿死 那这个也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这个世界是一个污染严重的世界 所以灾难这么多 现在这个新冠状的病毒 那病毒是什么 就是污染啊 传染病啊 你没有污染怎么会有那些病毒呢 那都是人类制造出来的 那人为什么制造这个污染的东西啊 心不清净 那首先是心不清净 心受到污染 那么它做出来的就是污染 那我们现在科学发展的这些科技啊 是严重的污染地球 那为什么呢 那这些科技的产品 都是从啊 贪嗔痴慢 这个这个烦恼 这些污染啊 的心啊 发展出来的 那所以它有副作用啊 我们是得到很大的便利 比过去啊 方便多了 但是 它负面的作用啊 大于正面的了 超过正面的 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些物质上的享受 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 实在 实在讲啊 这个代价啦 古人讲啊 得而不偿失啦 你所得到的啊 没有办法 偿返你失去的 但现在呢 很多人 他也知道啦 但是呢 只有办法 没办法 活菩萨通通来也没办法 为什么呢 众生这个贪嗔痴 如果没有降伏下来啊 那佛来也救不了啊 救不了这个世界了 唯一的就是要 伦理道德因果教义啦 人觉悟啦 人心改变啦 那 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啦 人啊 还是执迷不悟 那佛菩萨来也救不了啊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认识到 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情况 那么我们已经学佛念佛啦 我们就是要懂得啊 先修自己 别人啊 不清净 我们自己要清净啊 因为我们要往生净土啊 所以我们要修清净心 我们再看第八条 好 无量寿经教导我们要善富深夜 不失利于善富异业清净无难 要做到心净行存善 那么这是无量寿经教我们的了 这个无量寿经 善富深夜不是利于善富异业清净无难 这个特别啊 这个异业 我们身口为什么会造恶 因为异业啊 它是在主导的 我们心里啊 贪生吃慢 只有烦恼 所以啊 指挥啊 身口去造 杀盗淫妄 造这些恶业 所以善富啊 善理啊 保护 第一个啊 异业是为主的 是主导的 那么异业清净啊 那身口自然就跟着清净啊 所以心存净 那行行为就存善了 再看第九条 隆王当之 苏杰罗隆王是本经的当机者 也是我们大家的代表 苏杰罗是范语 意思是贤海 贤海水 表我们的心不清净 佛教隆王当之 也就是叫我们 叫六道众生当之 这个隆王啊 是我们的代表 也就是 本经的当机者 那龙王啊 代表我们大家了 苏杰罗是范语啊 翻成中文是贤海的意思 这个海水都是贤的 这个贤的海水啊 也就是 代表我们 这个苏婆世界的众生啊 心都不清净 所以佛教隆王当之 也就是叫我们 叫六道众生啊 都应当要知道了 知道啊 我们现在心不清净 因为不清净才要修嘛 如果清净就不用修啦 佛也不要讲这个经啦 所以讲经 也就是对峙的 我们有这个病 佛有这个法药 我们再看第十 菩萨有一法啊 这个菩萨呢 行庄法师翻译啊 菩萨为绝有情 有情就是讲司法界的有情众生 那么我们现在都是有情众生 那些植物矿物那无情众生 我们人跟一切动物叫有情众生 那有情众生觉悟了 那他就叫菩萨 所以菩萨不是哪一个 是哪一个人 专有的名词 他是通称的 那这个 就像我们学校啊 你读这个邪位 邪士 硕士 博士 那菩萨就等于是硕士 邪位 那硕士那不是真是哪一个人啊 你只要读到那个邪位 那人家就叫你是硕士啦 那佛门啊 罗汉菩萨佛也是同样的意思啊 这菩萨是个邪位的名称 所以他不是哪一个人啊 那你到了这个邪位了 那就称你做菩萨了 所以佛陀教育啊 修学啊 修到菩萨的邪位 那圆满了就叫佛 所以佛菩萨阿罗汉 都是邪位的名称 那么觉悟 那什么叫觉悟呢 那什么叫不觉悟呢 那这个总有一个标准啊 那么以佛法的标准啊 就是想离苦得乐 这个人就觉悟了 那么佛法教学的目的呢 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啊 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为什么要破迷开悟呢 因为那个苦啊 是从迷来的啦 你迷惑颠倒 迷惑造业 受苦报 那如果一个人觉悟啦 他不再迷惑颠倒 他就不会想错 不会说错 不会做错啦 他就离开这些苦难啦 他就得到快乐了 所以呢 佛法教学的目的就是帮助众生啊 破迷开悟 破迷开悟的目的就是要离苦得乐啦 所以学佛啊 越学越快乐 那就绝对啦 如果你越学越痛苦 那肯定是学错啦 那么一个人啊 觉得这个世间很苦 这个人生很苦 生老病死 求不得苦 爱别离苦 愿真会苦 五因赤胜苦 生理的苦 心理的苦 要想啊 解脱这些苦 那么这个人就觉悟了 解悟啊 他就会求学啊 去找什么 离苦得乐啊 为什么这么苦 这个原因找出来 所以 众生有这个需求 佛菩萨大折大悲 那就事先在事前 教我们啊 离苦得乐的方法啦 所以遇到佛法就有办法 这个过去啊 这个 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先生说的 他是佛光山啊 这个心盈大师啊 这个最早的一个信众啊 当时啊 他就讲啊 这个电视节目 新闻里面讲啊 有佛法就有办法 这个话讲得很好啊 所以你有任何的问题 任何的困难啊 你遇到佛法 就能帮你解决啦 真的有办法啦 但是啊 你要能相信 要能接受啊 如果不相信 那也不行 如果你能相信佛法 因为你接受佛的教导 那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生死的大事都能解决 那我们人生什么事情最大 生死是大吗 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吗 没有啦 那这个都能解决啦 都能得到解脱啦 其他呢 你要求的什么愿啦 那人天福报 那跟这个来比啊 那是小事啦 大事都能解决 那小事哪有不能解决的呢 哪有不满你的愿呢 通通都满你的愿 所以一个人有没有觉悟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区别啦 那一个人啊 如果人在苦中不知苦 那这个人还没有觉悟 明明就这么苦了 他还不想要解决这些苦 那这个迷得太深啦 还没觉悟 所以知苦便是善生死啊 一个人知道苦啊 人生苦 他这个善根就生起来了 为什么呢 你知道苦你就想啊 哎呀 我怎么去解决这个苦啊 让他不苦啊 那这个就是善根生起来 这个人就是叫开始觉悟 这个佛法叫死觉 开始觉悟啦 我们再看第十一条 佛告诉我们菩萨有一个方法 能断一切诸恶道苦 诸恶道不仅是指三徒六道 也包括识法界在其中 人间知苦我们能亲身感受到 天上虽然热 但有坏苦 行苦 世圣法界有不能破无名正法生之苦 只要是苦就是恶道 所以世圣法界还是恶道 因为它跟一真法界比就是恶道 跟六道比只是三道 那么这一条啊 也是佛在这个经上啊 告诉我们啊 菩萨有一个方法 能断一切诸恶道苦啊 这有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 诸恶道苦 那么这里恶道啊 我们经了合唱啊 分析的就很详细了 一般啦 我们看到了 恶道 那我们学佛的人啊 这个第一个就想到 那这恶道是指三恶道 畜生恶鬼地义三恶道 那我们学佛的人啊 知道有六道轮回 那天人阿修罗是三三道 所以讲 在六道里面啊 那么 畜生恶鬼地义啊 那么这个是三恶道 跟人天比 那是人天是善道 那这个畜生恶鬼地义是恶道 那么这里讲 诸恶道啊 不仅是指三徒六道 那么在六道轮回里面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三恶道是恶道啊 但是呢 人天阿修罗 也是恶道啊 也是恶道啊 我们想一想啊 这个诸恶道苦 这个苦 这个字我们不能忽略过去 在六道里面啊 三恶道是 比人天善道当然苦 那三恶道当中 这地义是最苦 这个苦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苦 有轻有重啊 那比如说地义 同样都有地义 那地义也很多啊 那不是只有一个啊 第一在地藏经讲啊 这个阿鼻地义 无间地义 十八地义 有大地义 中地义 小地义 各个的苦都不一样 受苦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啊 受苦的程度也不一样啊 那么苦就是一种逼迫 逼迫 那么这个地义最苦 那再来就是鬼道的苦 那特别饿鬼道 没东西吃 这个苦 畜生道呢 称为血徒啊 一般畜生啊 大部分都不是善种 都是被人类杀来吃的 都流血而死啊 称为血徒 那么鬼道啊称为刀土 这个鬼啊 这个我们有一句话讲 胆小鬼 什么叫胆小鬼 就是这个鬼的胆很小 说人有三分怕鬼啊 鬼有七分怕人 那么都在鬼道的众生呢 他常常有恐惧感 他常常感觉到 好像有人要拿刀要杀他呢 有这种恐惧感 所以呢 鬼道啦称为刀土 好像啦 十字刻刻感觉啦 有人要要杀害他 要拿刀呢杀害他 有这个恐惧感 那么第一道叫佛图啊 第一啊 无论什么地义啊 纵然寒冰地义也是一片火光 因为这些都是众生啊造恶业感召的 因为第一的主要的业因是称为 称为是佛 那恶鬼啊 鬼道是贪 贪是水 那畜生是医痴啊 医痴是风啊 这个是众生啊恶业感召的 三恶道苦 那么三恶道呢 那比人道苦太多太多了 那特别第一道呢 苦的我们都无法想象的 那么我们人道 我们现在在做人啊 大家想一想啊 你觉得很快乐吗 我们人有没有苦啊 有啊 我们人啊 这个身体啊 有生老病死的苦啊 我们人出生啊 很苦啊 那么在母亲的胞胎 就受胎育之苦 你看不到天乐 母亲喝一杯凉水 就好像在寒冰地义 冷得不得了 喝一杯热水 就好像在巴热地义 热得不得了 那么呼吸啊 靠那个期待 跟着母亲啊呼吸 不见天乐啊 所以佛形容啊 我们人在这个母亲的胞胎 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啊 就像牢椅一样 不见天乐啊 那么十个月出生啊 在母亲胞胎啊 还蛮暖和的 一出生啊 接触到外面的空气 那么寒风刺骨 好像万箭穿生啊 所以婴儿都会哭啊 一生出来就哭 哭就哭啊哭啊 就是哭嘛 他才会哭嘛 小孩子啊 很快乐他就不哭了嘛 所以生 生是苦啊 所以明天是佛诞节啊 明天呢这个义佛节啊 这个西达多太子降生啊 九龙吐水啊 来给他洗身体 明天我们也办一个小型的衣佛啊 这个 佛陀降生 那么他是太子 到了十六岁啊 去游四个城门 就看到人生生老病死 看到呢 人生啊 哎呀 哭啊 他看到 哎呀 生这么苦 那么母亲生小孩也很苦 母亲生小孩啊 也是拼了命的 这个做过母亲的人 应该都有体会了 你生小孩啊 苦时候啊 医学不发达呢 你生得过 就很好 生不过一条命 赔上去啦 难产 所以这个 做母亲的生小孩很痛苦 小孩在母亲的胞胎也很痛苦 母子通通苦 他说生是不是苦啊 苦啊 那老呢 老苦不苦啊 这个我现在就感受到老苦啦 这个牙齿都快掉光了 都装佛洞夹牙 眼睛的花啦 你看现在 以前我到新加坡 我们呢 我们这个经啊 新加坡同修齐情的 那个时候啊 这个 到新加坡的时候 我才四十多岁啊 现在七十三岁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感觉这个劳苦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很明显啊 老苦 逼迫 那人老啦 各方面啊 那当然就老化 推化了 你在怎么吃怎么补 有限啊 只是啊 不要让它推化太快就不错啦 那你也不可能恢复到年轻的时候了 啊 这个不可能啊 那不断的衰老 那么这个劳 劳苦 所以西达多太子看到 生劳啊 这个劳人啊 拿着拐杖 行动不方便 眼睛的花啦 体力的衰啦 看到生病 那这个病 老人会生病 年轻人也会生病啊 就不一定是老人才会生病啊 无论年轻人老人生病都很苦 不要说大病 一个小病 一个感冒 我们就感觉很不自在啦 那何况大病呢 这个病苦啊 我也是这一辈子啊 都是病苦折磨啊 从小就是多病 体肉都病 那么大家呢 可以亲身感受 病苦 死苦 这个死啊 佛在经上讲 如生龟脱壳 好像乌龟啊 佛活的把它壳啊 剥下来 忍一断气啊 这个很苦 这个四大分离啊 那这时候啊 这个时候 很痛苦 那么这个是我们生理 这个身体 基本上 就这四种苦 那么 心理上的苦 有求不得苦 我们人啊 在这个世间 大家都有 愿望 但是呢 有一句俗话讲啊 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啊 你的愿望 有十桩愿望啊 但是不能满你的愿 大概有九条 大概啊 能满你的愿 大概有一条就不错了 也就是不如意的事情啊 多 不如意的事情少 比如说很多人都想赚钱啊 但有人的赚到了 真正赚到的还是比较少 花大财的还是少 那么你看到别人发大财 你也想发大财 做什么生意 做什么事业 就发不了 你没那个福报 就发不了 有求啊 求不得啊 求升官啦 求发财啦 求健康长寿啦 求儿女孝顺啦 等等 求的呢 都不能满自己的愿 求不得 那就很失望 就很痛苦 这我们人生的常态 就是这样 这个 爱别离苦 你亲爱的人啊 生离死别啊 那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难割难死啊 爱别离苦啊 愿真会苦啊 这愿真会呢 就是愿家在主 做一家人 抱恩抱怨 讨债还债 这个愿家呢 不想碰到 偏偏碰到 甚至啊 做一家人啊 像这个韦提西夫人啊 生到这个儿子 就愿亲在主了 杀父害母 愿真会苦啊 过去世纪的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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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次他来报仇的啊 那愿家一到啦 互相报复 愿愿相报 没完没了 非常痛苦 愿真会苦 那么最后一条 五因赤胜苦 五因就是色受想行事 前面这七种苦 都是从五因所生的 五因赤然啊 从来没有修习 《心经》我们常常念啊 观智在菩萨 行身波罗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因皆空 度一切苦恶 你把五因照空啦 那这些苦痛都没有啦 那苦是假的啦 不是真的 但是你迷的时候 你真有这个苦受啊 那好像我们在做噩梦啊 很恐怖啊 很痛苦啊 受苦受难啊 但是你不知道是在做梦啊 你真有那个苦受啊 那等到梦醒过来才知道 哎呀原来一场梦 那梦中有做好梦的 醒过来也是一场梦 所以 这个 总之 就是苦 所以我们六道啊 三界六道啊 在妙法联法经 佛给我们讲啊 三界通苦 你只要没有处理六道啊 那只有苦没有快乐啦 只有苦 只有苦 那么离苦得乐啊 在六道里面啊 所以 离开三二道 升到人天善道 这是短暂的乐 但是这个乐也不是永恒的啦 这个乐啊 这个乐啊会坏的 所以 天上啊 虽然比人间快乐 所以其他宗教讲啊 这个 信这个上帝啊 将来能 升天堂啊 得永生 那 那个不是永生啊 是 比较 寿命比较长啊 这个福报响尽还是要堕落 所以天上虽然快乐啊 但是有坏苦 有行苦 它会坏的 这个 这个天啊 是指这个 这个 异界天以上啊 色界天 无色界天 在异界里面啊 这个我们人间啊 这个 三苦都有 苦苦 坏苦 贤苦 三苦八苦 那么一阶天以上啊 他们有 坏苦 有贤苦 还是苦 只是啊 比我们人 要快乐 但是还是有苦 不究竟 四圣法界呢 他也是有苦 他们的苦是什么 不能破无名啦 但是 他跟我们人间比 他是真的得到 永恒的快乐啦 不要再受这个六道 生死轮回的果报 他就永远解脱啦 他不受这个六道之苦 但是呢 他不能明心见性 不能正德法身 这是他的苦 这个是 对比的啦 他跟这个 法身大师对比 他们是苦 但是跟我们六道比 他比我们快乐啦 他那个快乐还是真的 我们六道的快乐 还不是真的 所以 四圣法界 跟一圣法界比 他还是二道 但是跟六道比 他是三道啦 比我们好啊 这是一个比较的 那么佛给我们讲啊 菩萨有一个方法 能断一切诸二道苦 这个一切呢 这两个字我们要注意啊 所以这个也是 关键的一个字眼了 我们看经啊 那这个地方就是 不能忽略过去 那如果这边 这个经文是讲 能断三二道苦 那就是指六道里面的三二道 那么这里讲啊 一切诸二道苦 一切 那这个一切就包含啊 这个六道 包含十法界啦 不但包含六道啊 包含十法界啦 那么也就是说 你还没有明信 尽性尽性成佛呢 证得四圣法界啦 那还是二道苦 因为它跟一生法界比 四圣法界跟一生法界比 它还是二道 所以这个地方讲 一切诸二道 那这个范围就包含四圣法界了 也就是识法界啦 也就是识法界啦 所以这个经文啊 我们这个地方啊 一定要留意 这个不能疏忽 我们才知道 这个方法很重要啦 是识法界都在学的 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二 何等为一 菩萨到底用哪一个法 下面就讲了 谓于昼夜 常念 思维 观察 善法 何谓善法 此法 即是实善业道 这是我们修行的基础 若无此基础 念佛修行 就不必谈了 这个 何等为一 这个佛法呢 实在讲啊 就是讲什么呢 讲一个一啦 佛法千千万论讲什么 讲一啊 是一不是二啊 是一不是二啊 所以这个一啊 它的意义啊 非常的神广 你看啊 我们在经典 念佛啊 念佛念到 一心不乱 一向尊念 一门深入 一身法界 一身法界 明信见性就是 正路一身法界 法身就是一啦 所以这个善法呢 它都有层次的啦 这个善法呢 到成佛才圆满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 那实善业到 这个人天的啊 其实啊 佛法都是这个 实善业的提升啊 就这个的提升 这个发展出来的啦 所以这个是根本法啦 这一法就是 世出世间 根本法 就是这一法啦 那么 那么 所有的法都归一啦 归在这个一 那么这里讲的 比较浅显啦 菩萨到底用哪一个方法呢 用什么方法呢 位于 咒业常念思维观察善法 那么就是 要观察这些善法 这个善法呢 就是 一切 人天 一直到佛菩萨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念佛人呢 也都包含在里面啦 这个我们要知道 我们再看13 三 晝夜是24小时不间断 常念是心里真有 心善 思维是起心动念 念头善 观察是引以造作 行为善 生与意 无有不善 这才行 心里还有自私自利就是心不善 这是根本不善 那么这一条也就是讲 我们比较容易观察到的 比较容易观察到的 因为凡夫啊 这个心 比较粗 我们要讲比较粗勤的 我们比较容易观察 那么我们敬老和尚讲自私自利 那这个心就是不善的 只是想到自己 不管别人 所谓啊 损人利己 去损害别人 来利益自己 那这个心就是自私自利的心 那么人啊 有自私自利的心 他的行为肯定就不善了 他只会为自己想 不为别人 就连自己家人啊 他都不想 连父母 夫妻兄弟姐妹 他都不会想 就想到他自己 那这个人 这个人就太自私了 那么自私自利的心 就是不善的心 那不善的心 他的行为肯定就 也是自私自利啊 那肯定他都是要损人利己的 要占别人的便利啦 自己也不肯吃亏啦 也不肯付出啦 不肯奉献啦 只是想占别人的便利 那这就造恶业啦 所以这个是根本的不善 那么我们现在从个人 从一个家庭 从一个团体 一个企业 一个国家整个世界 我们去观察呢 现在世界为什么这么乱 灾难这么多 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个人类啊 都是在提倡自私自利 那你自私自利 那我也要自私自利啊 你要得利益 我也要得利益啊 那叫大家互相竞争啊 所以孟子讲啊 上下交生地 齐果为宜啊 孟子讲这个话呢 对梁慧王讲 梁慧王当时他也是 自私自利的心啊 才会问孟子这个话啦 所以你这个老远 跑到我们国家来啊 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利益呢 你对我这个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孟子才回答说 国王何必严厉呢 一有益而已啊 为什么不讲益呢 专讲这个利呢 那么这个 圣贤啊 也不是说交人都通通不能求利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这个利啊 要合理的 合乎益的利 那么你可以取得 不合乎这个道义的利 那不能取 这个叫不益之财啊 非益之财 这个不能取 所以太上感应篇 讲这个因果 这太上感应篇要多读 其实啊 我们要修十善烈道啊 这个太上感应篇 地址规啊 读俗了 十善烈道啊 我们才有一个下手处 因为这个是等于十善烈道经的 详细说明了 详细说明 所以过去我们老婆上常讲啊 你能够做到地址规感应篇 那你再修十善烈道就不难了 你没有地址规感应篇的基础 要修十善烈 要效仰父母奉施师长 持心扑杀修十善烈 是有困难 所以为什么我们老婆上列三个根 那个道理就在这里 那么这个前面这两个根啊 就是十善烈啊 叫我们断恶修善的 所以读了这个 那我们才知道啊 什么是十善什么 是十二了 那如果不读这两个根啊 我们对这个十善啊 只是对这个条目 名词有个概念 内容不清楚 所以要读这两个 来补助我们修十善烈 所以感应篇讲啊 取灰之财如 弱虎救机 振酒止可 灰不赞宝十一击之啊 这个就讲到因果教义 那孟子讲那是道德教义 那你不合乎道义 去取得的财叫灰义之财 那取灰之财能得到好处吗 不但好处得不到 而且有害处 好像肉腐救机 肉腐就是那个 你肚子饿啦 去吃那个肉坏掉的 坏掉的肉 那个都有毒啦 有细菌啦 那你吃下去 非不赞宝十一击之啊 那不但不能饱啊 那你吃下去就被毒死了 那你口渴喝那个正酒 有一种正鸟 它的乙毛有毒 酒只要沾到那个乙毛 那就变毒酒 那你口很渴啊 就拿那个毒酒来喝 要解渴 那喝下去就被毒死了 所以 会不赞宝十一击之啊 所以 不懂得这个因果 报应的人啊 那么他才会去取灰义之财 懂得这个因果报应啊 那就不会去取灰义之财 因为知道呢 你起的这个没有好处啊 那反而有害处啊 得不偿失啊 真正明白因果报应事实真相 大概全世界没有人会超恶业 那造恶业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得利益啊 为了得利益啊 自私自利啊 那你现在知道这个造恶业不但得不到利益 反而有害啊 反而是损害 那就不会有人再去造那个业了 所以这个自私自利也不善了 所以这个改静篇讲的啊 触目惊心 那么读这个啊 得门 这个修十三也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你恨起人才 用蛮恨不讲理的手段啊 夺取人的财物 现在国与国之间都是这样 互相夺取啊 那这个当中都有因果啊 谁也占不到便宜啊 那有因果报应的啦 明了因果啊 那你要得到利益啊 唯有断恶修缮 那你得到利益才是真的 如果你造恶也得到利益啊 那不是真的 不是得到利啊 而是得到害啊 这个不能不清楚 所以 这个地方啊 我们老上 点出来 那么这个我们比较容易体会 那么 那么昼夜是二十四小时不间断 昼夜就是日夜了 这个常念啊 这两个字啊 也是我们要 仔细来体会的 常念啊 这心里啊 真有 这个念啊 精心啊 现在这个心啊 真有这个事 把这个事放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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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念 那我们每个人啊 心里念的事情都不一样 很多 那么有一些事情啊 我们特别放在心上的 常常挂念的 在佛门叫细念啊 你心细在那个地方 常常念的 常常挂念的 像过去我们老上讲经常讲啊 念佛念佛 大概都是口在念 嘴巴在念 心啊 没有在念 心里啊 念的是 明文立养 五意六成 贪嗔痴慢 自吃自利 在念这个 那还有这个 念这个情子啊 那 过去有一个田辽平老局势 这已经往生多年了 那么 他早期啊 跟我们到美国达拉斯打佛期 他退休了 在教育部开车啊 退休了 他给老上讲啊 他现在退休了 做爷爷了 那儿女啊 也都长大了 孙子也都有了 他可以来念佛了 他可以放下了 求神进度 有一次 跟我们到达拉斯打佛期啊 他就给我们老上讲 他说 师父啊 我 现在真的什么都放下 但是还有一桩事情 没有放下 那是什么事情啊 他说呢 我还有一个小孙女啊 哎呀 非常可爱 我一回家呢 就 进门啊 叫爷爷爷爷 哎呀 那个 嘴巴很甜啊 他说呢 哎呀 我这个这个 人来这里打佛期啊 我这个心啊 还是心心念念啊 就念着那个孙女啊 念着小孙女 那我们老上就给他讲了 他说呢 你现在啊 来打佛期啊 你把你想念 你那个小孙女 那个念头啊 把他换成练阿弥陀佛 就是你用什么心 你念你那个孙女 用那个心来 把那个对象换一下 来练阿弥陀佛 你练阿弥陀佛就像练你孙女那样 那你就成功了 就细练了 那么 这个这个话呢 是对他讲的 也是对大家讲的 因为给他讲是一个人听到啊 后来我们师父在 在讲经在电视上讲啊 我们都听听到啦 当时在现场我们也不在啊 没听到啊 后来师父在讲习当中讲 那我们大家通通听到啦 那大家通通听到啦 那就不只对他一个人讲咯 对我们大家讲啦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啊 都有自己最想念的 人或者事或者物 那么什么叫细念 那我们叫做三十细念 细念什么 细念阿弥陀佛 细念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心里啊 真正在念这个 念念都是这个阿弥陀佛 那就真有了 那么这个是我们念佛人 那细念阿弥陀佛 这个是修敬业啦 修敬业啦 修敬业啦 常念啦 就心里头真有 就是细念的意思 心善 心善就是思为善 就起心动念啦 念头善 那这个观察我们的起心动念 那么在太上感灵篇 后面讲啊 那么在太上感灵篇后面讲啊 服务心起一善 善虽未为啊 吉神以随子 欲心起一恶 恶虽未为凶神以随子 就是说 你起一个善念 要去帮助人的 好心的 这样的念头 那你这个好事还没做 你起这个念头 有这个心 虽然好事没有 还没做 但是呢 吉神啦 已经来 跟随你了 你就感应那个吉神来了 那么后先其二呢 你恶念你要损人利己 要去占人家的便利 或者恨一个人 要去杀一个人 那你这个念头还没起啊 凶神就来了 所以我们过去常常讲 炎治石那个公案 他要去杀一个姓庙的 还没有去杀 起这个念头 那个先连庙的庙柱 就看到他 后面还跟了一堆 凶神恶煞 到他家门口 他起了恶念放下 起了一个善念 恶念放下 想到了他姓庙的 只有他一个人对不起他 他杀了他一个人 八十岁的老母亲随奉养 他的妻子儿女 儿女还小 随来奉养 杀了他一个 等于杀他一家人 他想到这里就放弃了 不报复了 就善心起来了 他马上跟着很多善神 就起心动念 所以观察我们起心动念 那我们念佛人 起心动念 无论善念恶念 通通把它转成佛念 那就是敬业 所以念头善 观察是眼里造作行为善 我们身口 我们讲话 要怎么讲 我这个话 该不该讲 讲得对不对 这个要学习的了 还有眼里 造作身体这些行为 动作 所以这个三列 都要去思维观察 身口一三列 不善 那么这个才可以 今天我们 这一堂课时间到了 那我们先学习到第十三条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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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